中国一带一路从煤城转向数据中心 日本经济新闻6日援引市场数据城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海外投资中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减少 针对数字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软投资开始增加 有非洲官员表示 正是在一带一路数字领域的投资和中国企业的支持下 该国从欧美国家收复了数字主权 还有初创医药公司说 在对新兴经济体的疫苗技术支持方面 中国的反应是最快的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海外投资正在转型 基于英国金融时报旗下外国直接投资监测系统的数据 日本经济新闻发现 2022年中国在信息技术通信和电子元件方面 对外绿地投资总额为176亿美元 是2013年一带一路刚启动时的6倍 报道提到 这意味着中国在海外投资中 有更多项塞内加尔国家数据中心这样的项目 该中心坐落于距离塞首都达卡尔 以东约30公里的新城迪亚姆尼亚9 由塞国家信息局管理 陆军负责警备 作为中赛合作项目 该中心由中方提供贷款融资 并采用华为公司的设备和技术支持 于2021年完成建设 这代表塞内加尔将首次拥有自己的数字数据存储结构框架 塞国家信息局负责人谢赫巴库姆介绍说 我们拿回了原本寄存在欧美企业服务器上的数据 在削减成本的同时收复了数据主权 除此之外 塞内加尔还在中国资助下建设起了海底电缆 城市监控摄像头 华库姆表示 摄像头监控数据也将在数据中心 使用专用转件进行分析 日本知谱工业大学副教授池永大指出 中国从2000年代末开始出口国内开发的数字基础设施 随着华为扩大其海外投资 这一趋势也自2013年起不断加强 另一个见证投资增长的领域是生物技术 据报道 2013年至2022年间 中国对该领域的投资膨胀了29倍 达到18亿美元 其中又以新冠疫苗的研发最具代表性 报道称 到2022年底 致力于援助新兴国家的中国 向全球出口了约20亿剂疫苗 而欧洲作为主要疫苗制造商的所在地 则专注于满足当地需求 印度尼西亚初创生物制药公司 Etena表示 中国爱博生物已将MRNA疫苗 研发技术授权给该公司 去年 Etena在印尼本土的MRNA疫苗生产基地完成建设 目标是生产1亿剂疫苗 这也将是印尼首个本地生产的新冠MRNA疫苗 Etena企业关系主管 安德烈亚斯唐尼普拉卡萨说 要想追赶世界的脚步 技术许可是一条捷径 中国的反应是最快的 一带一路为何转型 报道指出 为推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此前承诺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如今 一带一路对化石燃料开发的投资 已骤降至10年前的1% 金属相关项目的投资自2018年后也一直在下降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称 还有部分原因在于 相较于标志性的大型基建项目 软投资可以少花钱多半是 报道指出 化石燃料平均每个项目需要7.6亿美元投资 矿产资源项目则为1.6亿美元 而生物领域每个项目只需要6000万美元 IT服务领域为2000万美元